其实从2014年内战开打以后 乌克兰的命运就是由外部的强权 几个强权在决定 所以他现在只是说 他只能说他身不由己 他这个是一个悲鸣 一个总统对自己国家的命运 请外面说你们不要再放话了 我在内部快撑不住了 因为问题任何国家打仗的之前 都一定会分裂 分裂成两块 一个是主战 一个是组合 一定有鹰派跟鸽派 这是古今中外历史都有 我们中国在抗战之前 也有鹰派跟鸽派 如果去看当时在抗战 七七事变发生之前 那时候中国内部的预论 争论不休 是要跟日本做一场全民族性的抗战 还是如何 各种不同的说法 那现在的乌克兰也是一样 乌克兰前两天 他们的这个运动员 在北京冬奥的时候 做了一个政治动作说 No War 其实他就是组合派 这个我们可以请我们小编 事后给我们看那个照片 对那当然 他就是组合派 年轻人会觉得上战争 对我们已经打那么久 没有必要 而且接下来我打断你一下 而且这张图片让我觉得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 那是一个乌克兰运动员 然后呢 在乌克兰这个他自己的故乡 然后遭遇到这样子的威胁 然后这个威胁如果按照西方媒体所说的话 应该是来自于俄罗斯 但是他写的是英文 他不是写俄罗斯文 他也不是写乌克兰文 他写的是英文 然后我都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耐人寻味 当然我不了解他个人动机是什么 只是我看到那个英文的时候 让我觉得感触很深 而且这件事情 西方媒体根本不报道 不报道 根本不报道 你就知道有猫腻在里面 如果他这个讯息是对西方现在的政策是吻合有利的话 那他老早变成新闻宠儿了 那在地的这些重大的各国民 老老继续锁定这个年轻运动员 那当然就是说这是我们的推测吧 不过也就是说乌克兰内部 我想一定意见很多 意见非常非常多 所以Zelensky的话 他要维持一个统一战线 我想是很困难的 那事实上他的前任 上一次跟他选举败的那位总统 前任总统 也已经回到波兰 那么他花了三千多万美金吧 保释金 他现在 他原本是叛国 叛国罪 那这里面大家都不晓得他回去的动机什么 在这个时候的话 当然是内部我想有机会 那对于Zelensky的政敌来讲是有机会 所以我想Zelensky现在应该是 如坐征战 然后他是不希望这场战争爆发 因为 这是一场没有把握的战 他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操作到这么极致 操作到他已经身不由己了 他才开始觉得 好像似乎有点建了棺材 才开始掉泪的感觉 因为他可能也有点意外 像美国这样子的大国 就如此可以公然的操作一场舆论 操作一场所谓的认知作战 他最近讲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都说我要打仗 可是有证据麻烦你们通知我一下 有证据来告诉我 他昨天跟这个拜登通电话 然后呢 他明确讲说 他说现在能够解决问题就是你拜登总统 我请你来乌克兰访问一下好不好 请你来 你可以 你可以产生 你到我乌克兰访问 这个时候来乌克兰访问 可以对这个情势产生重大的正面的影响 所以他蛮幽默的 我觉得他真的还是 喜剧演员 我觉得真的喜剧演员 在这种压力之下 他用很幽默的方式 第一个 你拜登不是要说 那你请来趟乌克兰 对不对 你来的话搞不好这个情势就下来了 这下是你可以帮观众 我们帮观众我们简单回忆一下说 他为什么一开始要去操作这种 这种就是非常玩火的危险作为 你再去挑拨俄罗斯这一个 你基本上你就是打不过他的一个临近的强权 你为什么要去玩这个火呢 然后到现在他的这个转变 他当初最初的动机是什么 跟他现在为什么又会变成另外一种态度 我想最主要态度 他知道美国是不会让他加入北约 他上来了最大的政见 跟他这个过去上来以后一直在力推的 就是乌克兰加入北约 西化吗 西方化 他认为乌克兰所有的问题 会因为乌克兰成为北约的成员以后 都迎刃而解 他找到一个极大的靠山 俄罗斯就拿他没办法 他本来就是极端反俄 然后他的最主要政见 过去两年两三年他就是要加入北约 所以他一直就是说往那个 就是走边缘一直推一直推 甚至他也不反对有一些危机 因为有危机的话 实际上他想说 巩固内部团结 内部团结 另外这些西欧国家 北约的线就是这些成员国 会网开一面 看吧俄罗斯好可怕 你们赶快就要一起来帮我 这个意思 所以他过去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策略 可是没想到 他现在才真正认清现实的时候 北约根本就不想让他加入 北约而且不只是美国 不想让他加入 不敢让他加入 那么北欧现有的成员国 也不想让他加入 北欧成员国一直跟他讲一件事情 他说我们北约的 我们北约的原则 我们会接受一个新会员 这个会员没有什么麻烦的 就你一大堆麻烦 你就想来逃靠北约 这不是我们北约的原则 我们北约原则就是说 你不要有事情才来找北约 你要本身很清白 没有任何的瓜葛 你不要说 你今天来投靠这一帮 是因为你跟那帮结了仇 那帮要追杀你 你把你仇恨带到北约 这北约不要 所以北约是这样拒绝他了 所以不只是美国不要他 所以他有点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 然后他以为他自己在玩一个杠杆 殊不知这个局面真的玩下去的时候 别人的杠杆比你更大 别人的这个支点比你更稳固 然后别人的筹码比你更多的时候 他就变成像是一个 像是一个小丑 真的是一个喜剧演员 他真的是一个喜剧演员 他太一厢情愿了 其实国际政治是只有现实 基本上 就跟美国人常讲 美国演员就说 只能狗咬尾巴 尾巴不能咬狗 可是有些尾巴就常常以为自己可以咬那只狗 所以在英文常说 谁是狗谁是尾巴要搞清楚 那这个目前看得很清楚 这些是一只尾巴 是一个尾巴 他想用尾巴来咬那只狗 发觉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且这个尾巴还很可能被人家砍掉 这个杰大使你这样讲 我不得不由得就想到说 现在这个世界上被大家视为两个最危险的地方 一个在乌克兰 另外一个地方就在我们所居住的台湾跟台海 那你说这个情势 似乎是不是跟我们有点像 其实我讲一个阿扁的故事就好了 阿扁他一上任的时候 后来当时的叫博瑞光 那时候是AIT的主席 他后来都出去跟人家讲 说我就找阿扁谈 他说那个事故意没有 是我叫阿扁搞的 事故意 我任内没有宣布台湾独立的原因 我任内没有 最后一个没有 就是我任内绝对没有废除国统纲领的 这种可能 你知道 可是后来阿扁废除国统纲领 美国就把他用三字经开始开骂阿扁 然后呢 当时 我正好在华府 当时 小布希传的话 他说你告诉陈水点 他说 我美国人要不要动 我美国人要不要出兵 我美国的子弟要不要流血 是我美国人 是我来做决定 任何人想要制造一个情况 把我美国人拖进去 一个危险的战争 或者让美国子弟流血 他说那是不可能的 我一切由我决定 你想以为你可以造一个局 那甚至美国这个认知到最后 阿扁下台之前 就他选败了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挣钱 移交 移交是有三个月 相当长的 那时候美国人 事实上对阿扁高度警戒 那个时候在华府传言就说 阿扁很可能会 借着挑起两岸的纠纷 来延缓他交出权力 因为阿扁的问题太多了 没多久 阿扁在瑞斯 他儿子的账户就曝光了 艾格蒙 把资料就能丢给洪秀柱 就丢出来了 所以就是说 这个就是当时阿扁 阿扁跟美国的关系 到美国最后 最后一任阿扁要 要过境美国 结果美国人跟他讲说 他刚上任的时候 是在纽约 走到街上去 接受群众欢呼的 吃牛排 看球赛 最后一次美国人说 阿拉斯加 一个小时不准下飞机 你觉得这个情势 现在有改变吗 我是觉得 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 也就是在国际政治里面 有权去决定 这个事件发展 不是没有实力的国家 你要有实力 才是决定 做装 做主的 那在这个敏感战争 又牵涉几个大权力 这都是有拳头的 有打击力量 有实际的实力的 俄罗斯在里面 美国在里面 这些才有发言权 你真的要搞到 今天这个局 乌克兰这个局的话 对不起 说恩斯基 你最好不要讲话 他今天拿美国开玩笑 开了两次 对不对 他以为他很幽默 第一个说 有证据告诉我 你们有证据告诉我一下 这不是 这不是垮美国的台吗 他幽默的对象是美国 其实他是 挖苦对象是美国 他今天跟拜登讲电话 又说 拜登请你来 我给我访问 我正式邀请来 你来的会对局是有 这又是拿美国开玩笑 这种玩笑 他真的不了解美国人 你觉得到最后 俄罗斯跟美国谈好之后 就是他下台的时候 他现在还什么叫 展监后 展监后意思就是说 他已经自己要小心了 他以为他是 他以为他是乌克兰人民 选出来的 合法正统的总统 在美国人眼睛里面 我让你当就当 我也下来 我也可以用正统合法方式 轻易回家 甚至找一些证据 跟阿扁一样 最后呢 到 留校查看 看守所 注意处 所以我觉得 展监后还不晓得 这个国际政治的现实 那他现在俄罗斯 他是普丁是要去 他再回过来消遣 他的真正目前还可以 安坐其位的美国 我觉得他在走钢索 他自己不知道 这样是我拉回来讲 他台海 因为刚刚阿扁的故事 是在引起我注意力 可是现在当年阿扁是2008年 2007-2008年这段时间 那现在是2022年 很多台湾民众的认知 其实改变 就当时其实阿扁的那时候 然后大家会觉得说 台海之间是不要这样子 可是现在 台湾人民吃了很多的芒果干 然后甚至很多的 不管是在我们的 大内宣的这个节奏之下 都开始觉得主旋律就是 美国一定抗中保台 美国人就是需要台湾 所以我们不会成为乌克兰 美国有可能出卖乌克兰 不会出卖台湾 因为台湾的第一岛链位置 实在太重要了 现在台美关系今非昔比 你赞同这样的看法吗 对啊 我觉得美国不会出卖台湾 美国就是说 两岸作战的时候 美国会源源不断的武器供应 可是呢 不用不用忘记 美国到今天讲的说 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 他出了很多点子 也很高明 那跟乌克兰没什么两样 把武器运过去 人兵都跑了 教官都走了 教官都走了 那美国就是说 这样子教你一招最管用 把刺针飞弹 放到你每个派出所 以后呢 派出所 全台湾派出所都有飞弹 你都可以全民接兵嘛 对不对 那你本来你的这个教招 这个后备体系 他觉得不好 美国人就逼着 逼着蔡英文说 改为一个月 对不对 那被我们军方 前一阵子 我看军方在谈 很好笑 他说 你中后辈 不中现役军 现役军人到四个月 对不对 在那边 没事 就坐在冷气房里面 听听 放放电影给他看看 然后四个月就退休了 那你说你退以后 做教招 一个月延续 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 就是说 他在服役的时候 然后过这么舒服 你说我要他后辈以后 把它延续 然后发钱给你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当然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美国一定会怎么样 会啊 不要说现在 最近又卖了一亿 一亿美金 泰国是非战 那去前两年 加起来一共十六亿 这个美金 这是快速武装台湾 那你就知道他的动机了 他要你这场战 如果将来发生战争的话 你起码 不要三天多 就弃甲义兵 也不要蔡英文 我们不要一天半以后 就已经到关岛了 他要你继续在这边打 那就打得怎么样 惨烈一点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你觉得他会放台湾 走到乌克兰这一步 就是台湾 其实台湾政治人物 我们就不讲名字 然后也不要只特定政党 大家朋友自己有新政 其实对他们来说 内部选举里面 像这种局势 就像刚刚讲的 泽连斯基需要一场危机 台湾某些政治人物跟政党 也会在选举的时候 需要一场危机 那你觉得美国有可能在那之前 就踩刹车不要走到这一步 又或者是说 其实对他自己的需求 比如说拜登要再对决 川普的时候 他也需要台湾有危机 那到时候就变成我们 就会跟乌克兰人民一样 走到这个境地 你觉得有可能吗 美国现在基本上 他是控制台湾 就是说 就跟当时小布希小雷花 要打还是要核 还是要维持现状 我美国人决定 下这场骑 骑手是我 不是你蔡英文 不是你阿扁 所以呢 美国现在控制的局面 的一个 到目前为止 它是现状 也就是你这个国家的属性 台湾这边的这个国家的属性 它给你维持中华民国 它不要台独 因为你一走上 如果让这个 让这个 这个民进党 改国号的话 这个两岸情势 立刻失控 这是美国目前不愿意 因为举一破以后 你就说 你剑射出去了 射到目标你就中 射不到目标 你这个剑也没有了 它养了70年的这一支剑 它不是让你轻易 让你台湾这边 一些照自己的政治梦想 在搞台独的这批 然后破了美国的局 那这支剑 时少要用它知道 可是怎么时候用 美国决定 跟你今天如果让蔡英文 就跟这个 国宽敏他们妥协了 反正修宪改 台湾说 那马上 马上两岸就兵容相见 那这个美国也就没有 它就没有失去了 这支很有力 就是说 拉的个弓 不射出的剑 你才有威胁 你建议射出去 就没有威胁力 那所以终究 我们台湾的命运 跟乌克兰是类似的 它终究就是 美国要跟俄罗斯 在做一个大交易的时候 乌克兰就是个筹码 那美国哪天 要跟中国大陆 做大交易的时候 那台湾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筹码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就是台湾过去 一直的命运没有变 只是现在的 就是说物质 物理条件变化很大 也就是大陆的 这个整体国力 尤其军事本力 快速加强 今天大陆的075舰 短短短短 今年我认为第三艘 大概已经下水了 还没入列 好 那已经两艘 075 4万吨了 4万吨了 那个是渡海 夺岛 争岛作战 必备的力气 大陆说要到八艘 而且很可能就在这两三年 全部背拳 然后大陆的超高运速可以带 东风系列 对着美国的航空母舰 对着关岛 对 然后呢 核子大战更不可能打 对 因为这个中国大陆 也是核子大国 投射能力很强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美国认为这个时候 情势在快速改变 所以它的做法快速改变 一个 台湾 基本上 过去的自我防卫能力 不足的部分 快速给你补强 到时候 台湾可能就是全世界 飞弹最密集的地方 不管是 它甚至会把你的射程 让你允许你去打 大陆沿岸目标 过去美国给的武器很简单 150公里 500公斤 150公斤 就是你只能打150公里 可是我们现在想的 不是要打 我们想的事情是说 在开打之前 政治解决方案 难道不存在的吗 美国不希望解决 美国是反统一的 美国 因为反统一 让台独认为 美国支持它 可是呢 反统一跟支持台独 是两回事 台独是坏美国的事 反统一 才是美国要的 它才不管你今天 叫中华民国 还叫台湾共和国 你只要反统一的 他就支持你 而且他希望 所以这个 Kirk Campbell 美国这个白宫有关印太事务的最高顾问 他说我们绝对不会放弃一中政策 我们也绝对不会支持台湾独立 如果我们支持台湾独立的话 他说台湾会失控 他说岛内的独派分子 他就会 他会真的去推 虽然美国 如果一松口的话 读开就对 但忘记去年 连续 这个邱毅人 吴钊燮 都出来在国际上面喊话 说我们不会搞台独 你以为他是志愿出来讲的吧 这背后有很 这背后 有一股力量让他出来 做公然的承诺 你们搞台独啊 可是你要出来讲 你不会搞 你给我公然的 所以吴钊燮也讲 吴钊燮在国际媒体上讲 然后邱毅人更厉害 确认说 头脑坏掉 头壳坏掉 才会去搞台独 对 这个能不能台独 不是由我们台湾人能决定 所以他就讲得很明 这句话他会干嘛 无缘无故出来讲 那后面有力量 我认为 应该还是美国的力量 他就是不要人搞台独 可是 这就表示 他就赞成你统一 他反统一的 那是非常坚决的 美国反统一 它的利基是什么 两岸如果统一对美国 到底会造成什么威胁 今天中国大陆已经这样 已经23兆 对不对 17兆 很快要超过美国 再加上台湾 那就是如虎添翼 我们在虎年 那么台湾有4000亿 美金的外汇层底 对不对 大陆是4兆 4兆事情 然后两边的产业是互补的 那光这个结合起来的正面效益不讲好 另外美国长期借着两岸的问题 是他跟中国大陆在谈判的时候 最有力的一个手上的一张王牌 所以 你是说用一种情绪勒索的方式吗 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说 台湾就是 它的核心价值领土之一 他这样认知吗 那美国就会拿这个来情绪勒索 是这个概念吗 不只是情绪勒索 都是实质的 都是实质的 所以美国 美国当然就是说 他拿台湾跟中国大陆谈的时候 他可以用台湾这张牌从中国大陆拿到很多很多的好处 那么今天如果没有台湾是在中国大陆的手里的话 那中国大陆对美国会更强硬 而且你今天想一想 我们今天台湾的战略地位 大陆是被第一岛链封锁在这 他跑一趟公布海峡 或者走东沙 巴士海峡 往这个进入南海的一个中国海军的话 那这两个都是美国可以卡住中国大陆去 军队尤其海军向外 那如果两岸统一的话 你光一个苏澳港 美国就很难睡得着 苏澳港深水港 对不对 那比黎丁港做这个潜艇基地 那不要好太多了 从它的地位 那个出港不要 直接进太平洋了 直接进太平洋了 就是马尼亚那海沟 一万多公尺深 潜水艇就像那个环境 一走你就不见了 那美国再拉几到海底的这个探测线的话 也没用啊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 就等于就是说 身上 就是说 终于找到一个 走上海圈的一个 广阔无垠的一个大海 当然这是战略啦 那不过就美国来讲的话 所以 前一阵子 这个美国的 一些学者来讲 就一直在讲说 如果台湾跟大陆 台湾被大陆统一后 他说 不要说夏威夷不保 我们连这个阿拉斯加什么 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他讲的就是中国的海军的力量 会出来 那现在他的地场把大陆锁在里面 那所以对美国来讲的话 当然台湾的价值是很高 可是呢 这并不表示高到美国人愿意啊 跟中国大陆进行一场核子战争 那要打一定是代理人的战争 那代理人就是 我们就是其中一个角色吧 就是蔡英文政府自己去打 而且要打的话 就要打个惨烈 就要能够把大陆 让大陆付出极大的代价 即使被拿走以后 大陆以后 事后的对台湾统治 也是一个头痛 美国可以继续这样用台湾 对台湾内部的影响力 来对中国大陆 实现很多很多 制造很多的困扰跟压力 你是说像香港模式吗 像香港 香港美国还没有手 还没有伸进去过啊 对不对 那台湾的话 那跟美国的关系 还是千十万里啊 那即使今天啊 美国挡不住了 那他也希望 这个两岸在 就是从而合而为一的过程中啊 是一个极不愉快 有极重血海争从的这样子 一种结合过程的话 那美国日后台湾对它的价值 还是可以 还可以持续发挥 对 对 对